这个就是我住的那边的那个食育场 那天去过了 底下的修道 录一下他们修道 你看他们的工人搞得还挺好 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有点德国的遗风 那边也是个小的一个小厂 不知道是什么 修的都挺漂亮的 这边就是真正的old town了 看到那个城墙了吗 红色的那个 城墙里面就是真正的old town 它是围起来的 这边还有这种车 刚才我看了一下注册的那个东西 很便宜 而且还可以用中国的手机号 基本上大概就是十块钱 押金 但是押金不给退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呢 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算 除非是你那个公交成本 超过了十五块钱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它这个自行车呢 一次的话 十二十分钟以内是免费的 然后那个二十分钟 到这个四十分钟收一块钱 也就是这么多 一块八十米币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坐公交更好一些 或者坐地铁等等 哎呀 这好漂亮的景色 而且我也是今天才到 如果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就知道这一点的话呢 我绝对会租一辆自行车的 但是今天我来晚了 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呢 没法租了 当我明年有空的时候 我再过来 这边的不错 看我脸上洋溢的幸福的笑容 那天记得吗 这个广场上 三母过来的时候 这个 都给它封丧了 现在又开始了